南宗爺 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麥葉成 我是錢敬榮 今天只有我和錢興兩個人 主要因為寺方眼睛不舒服 所以今天休息 大家看到我們後面好像有幅畫 那幅畫是一個廣告 上一節大家看看 在電影上有一個白色的閃閃閃閃 有人說這個節目變成幽靈節目 所以電台看到 就立刻做個海報出來 做個海報 然後宣傳一下 上面宣傳一下 這個正式是美國片 是電影來的 我們來宣傳一下 因為待會今節講 都和死很多人 所以我們就擺個海報出來 是的,悼念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所謂冤魂 其實都是枉死的 不應該死的 但是含屈而終 死了 我想先數一數 應該是我們在說1937年 大家可能都猜到了 一個南京大屠殺 應該是三七年的十二月 是的,十二月 十二月十二日 十三日 十三日 一直殺到1938年的二月底 三個星期 足足前後 最激烈是頭三個星期 但是整個延續足足三個多月 這個延續到今天來說 日本人也不認 就說沒有,沒有殺過人 共產黨就好像 初初都說他們沒有怎樣殺人 後來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是搞了 我們中國人太憤怒 所以搞了他們在南京 有一個紀念館 其實日本人這個南京大屠殺 這是一個犯戰爭罪行 是的 因為那群是手無寸鐵的人 那你怎麼能夠把他們殺害呢 殺了這麼多人都會守願 不過當然我們待會 可能第二次開始說 是的 因為這個 所以死了很多 我們就放在後面這個發言 這個是美國鬼 而且南京事件 其實南京大屠殺和南京保衛戰 是對於中國在抗戰時候的那段時間 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我們稍後就跟大家交代 好 那在說之前 我們也介紹一下人明亮 上個禮拜我們搞了一些活動 那麼最主要就是我們就 響應廣大的學生 參加廣大的悼念活動 悼念什麼呢 其實什麼叫悼念 就是憤怒的 即是廣大 即是校長就做一些行為 令到港大就好像喪失了尊嚴 喪失了一些自由 所以學生很憤怒 是啊 沒錯 其實我又表明一下身份 我也是港大的校友 我是教學院的 其實我又看到當日 其實徐立芝真的很慘 因為坦白說 在港大來說 誰是最高決策人 一定是阿珍嘟嘟的 但是呢 你想想 實際負責行政工作的就是徐教授 徐立芝教授本身是一個醫學界中 一個首一子的人物 是一個學者 是一個學者 那阿珍嘟嘟呢 老實說 你是否邀請總理來 阿富總理來 你也有個交代 那你就把球交給徐立芝教授 那你是總監 那你就交給校長 那就是校長當然做 但是接著呢 又搞了那麼多事情 那張椅子呢 二千多個警察 是啊 沒錯 很簡單 你在港大 港大的學生 對於港大來說 就是自己的家 就是打個比喻 你在自己的家 有個警察走進來 喂 不對 有人來探訪你 你又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這樣做 恐你進廁所 沒錯 恐你進廁所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啦 你家人知道的 你老闆知道的 這樣 那這個呢 對港大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無辱 很大的無辱 這件事呢 其實令我想起 就是蔡元培校長 就是五四運動的時候 北京大學 一八年前 對 蔡元培校長 他就說 當時來說 五四運動 蔡元培校長呢 就是看到 當時受到北洋政府的壓力 要逮捕 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 那麼 蔡元培校長怎麼做呢 一定要放人 力真 沒錯 力真 而且呢 寧願自己不做 我辭職 那時候呢 就去維護這個學術的尊嚴 所以呢 這件事呢 其實 真嘟嘟呢 真是害了 徐立志 喂 有人說他 故意搞鬼 因為 真嘟嘟他好像 又不是一個 正統大畢業的嘛 是啊 沒錯 中七就做政務官 但是他 在法理上 就是在港大的 那個系統裡面呢 他是 他是 他是總X來的嘛 是罵監的 是啊 最威那個 但是 你有張椅子 你就坐了他 你又要讓給 副總理 於是就搞到 大家都不舒服 所以這件事呢 真的 要檢討 真的要檢討 我覺得他 當然 他的馬姐更厲害 就托英真 兩個都姓真 你真假扮真厲害 一個就 就是 拆鞋都無知 一個呢 就 真的 真的 摩拳 摩到 其實呢 我看到其實 徐立芝教授 其實就是很可憐的 就是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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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務署長 說 那個警察 掃那個 鏡頭 是卡住的話 那 徐立芝教授 就真的被 阿珍都都卡住了 就是 就是 本身他是一個學者 徐立芝教授 是一個很知名的學者 去掌管 廣大 其實是一個很 很合適的做法 來的 那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就不要搞他了 香港這麼多地方可以看 是不是 就不一定要請副總理 去看廣大的 因為搞到 我們電視一看到徐校長 看照片正面 很英俊 如果高空拍下來 頭中間 幾乎好像 就變成 突嬰了 我看到他脫了不少頭髮 都很慘 其實 徐校長 是香港人的驕傲 對 不要因為這樣 因為個別的事件 就影響徐校長 其實廣大 其實是一間很好的學校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亞洲第一學府 對 就不要搞他了 其他地方可以去 為什麼一定要去到他家 又搞他 又推他學生 所以我覺得似乎這件事 唯一解決方法 就是此在勇者 曾蔭權站出來 道歉 我覺得去道歉 只是解決問題 至少你告訴別人 為何那張椅子不坐 你應該坐 你每屆都坐 為什麼你不坐 要讓別人坐 可以說 走到一半的時候 腳痛 所以就坐了 那張椅子 沒錯 移了那張椅子 變成 你一強就坐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 這是客觀的事實 那張是校監椅 你一切就移開了 沒有人坐 如果不是的話 校監自己坐 這是最正常的 其實這件 港大八周年是一件喜事 但就不要 搞到徐立芝教授 真是 頭都行 八年學苦 碰到這件事 真是 真是 只能說一句 真是 很 很 不幸 第一 是一個不幸 我覺得 其實我們在中國歷史上 有很多事件 其實都是 十分值得我們檢討 譬如說 我們之前說到的 七七事變之後 又有這個 是 松戶會戰 還有 後來 我們今天要說的 就是 在松戶會戰裡面 包括的 南京保衛戰 是的 那我們先進入我們的主題 好嗎 上一節我們說過 松戶會戰 但是可能我們比較集中點 在四人倉庫那裡 八百壯士 可能很多人覺得 幾百人打來 其實似乎 大家又不太感覺到 松戶會戰 究竟會戰打來怎樣 嚴格說 松戶會戰 我們叫上海保衛戰 我們叫上海保衛戰 八年抗戰 是最慘烈的一個 如果我們看回 在上海 是打過兩次的戰役 1932年 128事變 當時來講 就是十九路軍 去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最後 大家簽訂一個 停戰協定 另一樣 就是我們今天要說 1937年的松戶會戰 他在8月13日 很特別的 打到11月 沒錯 其實這個是 中國和日本 是第一場的會戰 這場真是激烈 因為 其實上海和南京 都是在一個區域裡面 坐車其實就三個小時 可以了 對 很近 而且南京是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 變成 上海和南京 其實是 大家是互相純齒相依的 所以日本人去打上海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大的目的 基本上他就覺得 侵佔上海 然後攻入南京 搞定中國 就好像當年滿清那樣 就是攻入天津 接著就攻去北平 北京 未到北京已經 清廷跪下 接著各地賠款 又賠這個人賠他 搞定 其實日本人 有一點 比過去的歷史 誤導了 他們自以為是 搞定上海 然後砌南京 整個中國已經立了 這是他們的觀念 其實日本人 是一個 侵略性的民族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無論是1932年的128保衛戰 以及1937年的8月13日 這個是松戶匯戰 其實最威的 都是廣東人 因為十九路軍 廣東軍 當年是廣東軍 蔡庭佳 是的 謝進元團長 其實都是廣東人 是的 他是廣東的招領人 所以在抗戰的初期 其實廣東人是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而在這個松戶匯戰裡面 其實日本人 是真的想說 在這個地區 是一舉殲滅中國 日本口禍三個月 搞定到中國 就是當時打上海自然國 其實基本上 當時 我們1937 就7月7日 溜溜溜溜事變 然後沒多久 就 北京就 所謂淪陷 然後整個河北 華北已經佔領了 日本其實已經覺得 很威風 為什麼威風呢 基本上上海當年 還沒打之前 就是大約 日本的軍力 上海裡住有 六千個海軍陸戰隊 六千個海軍陸戰隊 另外 藍艇三十架 包括 即是在黃寶江那裡 三十艘戰艦 包括一艘航空母艦 放了航空母艦 再加上航空母艦 當然是飛機 一百架飛機 接著 不斷派兩個師團 搞定你 什麼叫師團 基本上日本的編制 師 我們叫的 中國 萬一人 一萬人 師團 三個師為一個團 我們以前 大家捉過 陸軍旗 師 對上軍 中國師 日本人叫師團 三個師為一個師團 所以兩個師團 兩個師團 六萬人 就搞定你上海了 他根本 開戰的時候 他就 想著很輕鬆地 搞定你 於是 一開始 中國就 嘩 跟你 擺盡 這個會戰 基本上 當時 中國的部隊 嚴格說 頭落放 都相當多 包括 最初 不斷增兵 從二十萬 二十萬部隊 增到 五十萬 五十萬 到七十萬 基本上 當時全中國的師 我們覺得單位師 就是一百七十個師 一百八十個師 整個上海 本會戰 我們 當時 所謂軍事委員長 掌委員長 扔了七十個師團 七十幾萬大軍 擺放在上海和日本 擺放在上海和日本 日本又怎樣 日本又 兩個師團 不夠 接著再增兵 三個師團 三個師團又不夠 加了四個師團 足足來說 在日本 在上海 上海攻防戰 他們叫做 都擺放了三十萬部隊 三十萬對七十萬 基本上 這就是兩個打一個 不過 不要忘記 當時中國的軍隊那支槍 炸到死 打一下 就擺一萬 一把刺刀 不夠就拿一把刀 日本又 那些 當時還沒有機關槍 但他們的槍械 武器都相當精力 在這樣龐大的軍力 對比上軍力 其實這個軍力很懸殊 其實 正如馬卿所說 在數目上 中國當時投入了七十萬部隊 而日本人是投入了三十萬部隊 但是 矮人數方面 其實中國佔優 但是可惜的是 中國的武器裝備 其實是不合得 不合得日本人的 我舉個例子 在1936年 即是在抗戰之前的一年 其實 蔣中正做過一次是閱兵的 當時全中國 只有一支的裝甲部隊 所謂裝甲部隊是什麼呢 就是有炭克車掩護的部隊 你想想 當時來說 中國的軍力 和日本的軍力 在武器裝備方面 是這麼懸殊 所以在人數上 中研是有比較大的優勢 但是死傷其實都很慘烈 很慘 當時上海 日本出動 投入上海 打了一千 不是一百部打了一車 大炮 一千門 基本上還是用黃暴灘 長江原廠 開炮 不斷打上去 基本上整個上海 當時的保衛線 中面兩軍對壘 即是 二百里和三百里的範圍 其實二、三百里 好像很多 其實不是很多 在這個範圍 大家想想 一個七十萬 一個三十萬 一百萬軍隊 迫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區域裡面 一個小區域 上面上空是日本戰機 不斷炸 不斷炸 海邊的軍艦 不斷炸 不斷炸 中國軍隊 找支炮 也沒有 找支槍 是啊 如果大家想 緬懷 當時的情況 現在 在上海 有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 去緬懷一下 這個地方 就是蘇州河 蘇州河以北 就是當時 所謂的 雜北區 就是戰區的 主要集中地 如果大家 有興趣去上海 不需要 搭很昂貴的 交通工具 你搭這個 上海的地鐵 你搭這個 是環迴線 在中山公園站 就搭車 去這個 上海火車站 你就一定會 經過蘇州河 其實那裡 只是說人民幣 兩元左右 大家 是啊 很好 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緬懷 就是緬懷歷史的一個機會 當個列車 就是 當地鐵 經過蘇州河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來 在當時來說 蘇州河的南面 就是租界 就是當時所謂的安全地方 蘇州河北面 就是戰區 和我聽過 雜北一天之間 死了六個師 中國 各國 死了六萬人 一天之內 就是當時那個 來回衝鋒 日本的機關槍掃 中國的兵 衝 結果六個師 一天之內 六個師 就是六萬多人 死了六萬多人 一天之間 基本上打到 那個慘烈 我想大家都可以 思考到 當時那個死亡數字 當然最後 為什麼 有人說回 就是 為什麼當時 中國要在 這麼短時間集結 七十萬部隊不少 是啊 是家當 嚴格過家當 就是蔣州河的家當 因為包括中央軍 中央軍的精銳部隊 加上四川軍隊 四川首次出戰 就是有樓商部隊 粵軍 田 雲南 港西軍隊 基本上的精銳部隊 都放在上海 而上海的這場仗打 其實當時 只做了一件事 第一 就是日本 中國欺負得太久 要狠狠跟你組一場 第二 其實打給外國人看 基本上 因為當時 12月3號 比利時 國際上 開開九國公約會議 當時 那個戰士 要打到 九國公約會議 開會 令到國際關注 因為特別是上海 有很多租界 而日本 說明租界是不打的 大家看著炮火的 不要掉到租界 令到國際之間 關注 中國 不是一個弱國 第二 跟日本 要狠狠的齊 第三 亦希望外國的支援 可以同情 因為當時 蔣委員就在心裡 第一 在軍事上 在上海有一個對立 第二 希望國際上 也能夠 尋求支援 坦白說 當時 唯一一個借錢 給他們 就是蘇聯 是的 其實 當時 因為 當時 蔣介石 蔣中正先生 感覺到 除了蘇聯 可以依靠之外 其實當時 因為 宋美齡 也是熟悉美國的 所以 他們 是想著 在外交上 實際支援 不會有 在外交上 希望利用 英美的勢力 去牽制日本 讓它 可以 暫緩 在中國裏面的 侵略行動 但是 可惜 當時 1937年 其實 英美 兩個國家 自己也不行 英國也不行 美國又搞孤立主義 所以 這個算盤 就未必打得響 還有最慘的一件事 因為 當時 打上日本之前 日本是看了一個口號 三個月忘華 三個月就搞定了中國 你沒有來跟別人打仗 打了兩個多月 老夫和你砌過 結果咬成牙筋 終於打了四個月 打到11月13日 11月12日上海輪陷 上海輪陷 上海輪陷 之前國軍是大撤退的 現在這個撤退也是慘情的 因為 是很短時間 幾十萬部隊去走 其實 我們又想一下 為什麼日本人 會有這樣的 妄語 說三個月之內 可以消滅中國呢 其實日本人 對於中國來說 是比較了解的 而且 他對於中國 也是熟悉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 他就覺得 咦? 中國來說 抗戰的決心 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強 就算是那麼強 中國的武器是被他落後 所以 他就佔領了東北之後 成立了魏滿洲國 然後 發動七七事變 佔領了北平和天津之後 就在上海發動一場 決定性的戰役 對於日本人的期望 就是上海搞定中國 接著佔南京 結果 對算盤都打錯了 上海保衛戰打了四個月 最後日本人死了多少 四萬 精銳報 相對來說 對於日本人死了四萬 其實對於日本來說 是相當慘情的 但是 中國軍隊 更慘 都不死得少 二十萬 大哥 死了二十萬 你五個人換他一條人命 你說 這個數字 其實 好像搞到 其實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心思 我們用五條人命 換日本人一條人命 你說 是不是我們有很多 要改進的地方呢 所以到今天 上海人和南京人 是很日本人 基本上很討厭 而 最重要的一件事 當時的大撤退 亦都因為 有少許慘情 因為那個慘情就是說 是很短時間做 而同時 基本上 為什麼打四個月呢 我們亦都希望 當時南京遷都 南京遷都 南京遷都 以及所有東西西移 去西移 在這個情況下 同時 亦都準備南京和他組一場 沿途上海和南京中間 做了很多公事 是 一些戰豪 就是那些 坦白說 中國當時做了什麼公事 三合土工程 你猜 你猜 但結果這些戰豪 反而 大撤退的時候 大撤退 做了一些國軍 其實當時走得都相當狼狽 其實 日本人 對於中國來說 那個野心 是很大 而且是經過很神密的心思 我們很討厭 很痛恨日本人對我們的侵略 但我們也不能去深思一下 日本人為什麼 這麼 怎麼可以這麼囂張呢 是的 欺負中國 囂張得起 我想應該 或者這樣 我們下一節談 因為日本 而這個日本 我們真的要認識一下 是的 那麼 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討論